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币就是这么狂 所以狂到昨天6月30号 台币会市爆出了三大异常现象 这就是狂的结果 就带来激情嘛 来 异常一 以前我们的央行大概都在尾盘的时候 才祖生 踢扁 没料到 昨天12点钟过后 五盘后开始进行干预哦 一波 两波 三波 四波 如果您算得很精准的话 是四波 不是两波 异常二的家 昨天最强的 强上了2.02角 来到了29.423 超过两年的高哦 最弱29.665 收盘位置 高低落差 高达2.42角 很罕见 奇展请上来 我告诉你最夸张的是异常三 最后五分钟 踢扁 可怕呀 1.82角 我告诉你 那个烟火都没喷那么高好不好 收在29.660 爆出13亿美元以上的大量哦 请问三大异常如何解释 很简单 代表什么 市场很混乱 那同时呢 一直有外资想要冲进来 但是大家也知道台币是升值对台湾经济不利 那尤其是很多 像刚刚有说嘛 很多台湾的厂商都在苦撑了 那再来个会损 那是不是他也要导给你看 所以这时候 央行当然要尽量帮帮台湾的厂商 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异象 那合不合理呢 我会说当然合理啊 因为什么 至少厂商获得保护了我们一般民众 虽然有人 我有看到有人说 这样是不是拨牌叫 就是什么 要很干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以为你不会讲台语 会啦 我还是会讲拨牌叫啦 对 但这个时候呢 你想哦 如果国安基金经济互盘买台股 你怎么不说拨牌叫 对啊 对啊 所以这时候看你怎么讲 只要是保护我们的 就不叫拨牌叫啦 对 就让他保护 这才一天而已嘛 对啊 合理的干预啦 那我问一下咯 上半年是不是用最后一天的收盘价 来当作他的作证的关键点 应该这么说 有些消息是讲 有看厂商他怎么去抓他的会计 因为第一个是你跟海外签 签合约 你要用哪一天的价格来做结算 对 这是跟海外签 第二个是你编财报的时候 你的会计要用哪一个 用中午的 用晚上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不一定 那所以他就说中午可以踢一下 下午可以踢一下 收盘再踢一下 看你用哪一个 我全部保护到你了 所以哦 观众朋友听仔细了 为什么要等于说帮助外汇厂商呢 我如果今天赚1亿美元好了 1亿美元您自己用计算机算一算 1亿美元如果昨天央行不帮你的话 如果我们假设收在29.423 等于多少台币您自己算 同样1亿美元因为央行帮了你 收在29.660 乘上29.660 等于多少Y台币 你自己去算一算 光1亿美元 这个Y可以大过X 大多少台币 这就是汇损不要那么严重的关键 对没错 这样随便算超过2000万啊 2000万啊 那当然对于厂商是有帮助啦 但是并不是用这个方式它赚钱 这是两回事 对啦 好我们赶快往文字卡看咯来异常 OK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昨天这样子台币在找盘就大力走升 那表示什么一度冲到29.42 表示什么 这时候央行其实在这个上个月 在央行李监事会议就讲了 他有观察到 那种热钱是短期而且大量 因为1到5月份台湾的外资 是呈现净汇出 可是6月一直冲进来 所以表示什么 这个现象呢是什么 会推动台币走洋的主要原因 那我不懂 为什么6月份冲进来钱这么大量 其实央行也有说 这个我们的总裁有说 他认为是一个作诈行情 你可以说是因为很多集团股 不是要作诈啊 有些润养啊 所以会把它冲起来啊 不管是股价也好 不管是业绩也好 那所以外资当然要趁现在进来什么 一起把股票抬高 所以这个有热钱进来这个趋势 目前还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得到 台币还是蛮强势的 第二个呢 央行出手调节 其实一开始是要引导方样为主 其实央行在答案好 告诉你们呢 外资你们不要太过分 你们外资太过分 大家记得哦 昨天是原本是从盘中 升值一角多到盘后 收盘是贬值的哦 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那所以呢 他发现下午你们并没有听我的话 还是很强 所以尾盘加大力道 直接给你小扁做收 所以这件事情的代表什么 央行确实是有在管制 有在控制的 那希望在市场力量 冲进来的情况下 他帮助台湾的厂商 能够不要这么大的亏损 您知道为什么刚提展讲说 警告外资 你看哦 如果外资积极把钱汇进来 买在29.4 他买在29.4 结果央行到最后给你踢扁哦 变成29.6 不好意思 我当时汇进来的外资哦 买在这 到最后收在这 我汇进来的当天的那一笔钱 我是了解 对 没错 对 账面上不好看嘛 对 那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了解这个是现象 但是未来会怎么走才重要嘛 超强台币能走多远 那我们要关注哪些时间点 我们等一下配合线图来跟大家讲 当然要记得第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亚航的这个 李建市会后的声明 这个会议啊 我从头到尾都有看记者会 他告诉大家的概念是 他认为六月份是有作战行情的热钱 所以你可以算是一个季节性因素 但是这个热钱冲进来 你不管说炒汇也好 炒股也好 不管你要做什么也好 你总是要什么 外资就是要赚钱要走人嘛 那什么时候走人很简单 六月赚到钱 七八月 是不是回到什么 还是要汇出啦 尤其什么 股息发到啦 赚多钱了 是不是要汇出去了 股价涨也赚到钱 对啊 那难道永远不获了结 一次要看到三万点嘛 那不可能嘛 对 喊两万没意思 要喊喊三万 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看到七八月 是不是 获利了结了 所以呢 是不是回到更合理的价格 这个 但是这边很重要 总裁意思是 他认为会回到合理的价位 但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价位叫合理 对啊 我正想问你 对啊 现在的价格 收盘是29.612 那这个算合理吗 还是29.9算合理 那我买了很多美元 我一定会觉得33块才算合理嘛 但是你能够期待七到八月掉到33吗 很难啦 我基本上觉得不太可能 30都是一个关卡 对 所以基本上很难 但是我认为意思是 等到七到八月之后 应该有慢慢贬值的机会会出现了 但是这个合理价位是由市场来决定 大家还是要聊点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当台币太强的时候 央行会适度的把它贬回去 但是你不能期待央行直接去逆转 那回到了当七八月资金外流之后 台币会慢慢转弱 那但是你也不能觉得说一定要回到多少价位 这个重点就回到市场表态 但我认为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我们从现实上来看什么时候会转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是 先不要预设什么时候一定会转 因为它不是因为时间点发动 它是因为事件发动的 那等到资金开始退潮 它就可以开始确认 所以我们到下一站 我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去观察 太好了 那这是免对台币的日线走势图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大家可以发现 从去年11月30.58 一直升升升升 到现在还是走升的 这样升了一块 30.5 29.4升了一块一 对对对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那时候呢 面对台币的价格 就是在29.8到30.3之间震荡 那你破了29.8之后 就是什么 一路往下走的机会 另外的升值格局 对 没错 所以现在目前台币 确实还在什么 持续升值的环境下 好 那影响接下来台币 最大的三大因素呢 第一个 经济能否如预期的转折走扬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台湾第二季 第二季昨天才结束嘛 那第二季的GDP 预期是全年最差 也就是经济会是什么 我们讲一二三季的话 一二三四这样的走扬上去 Nike Go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 刚刚从这边要往上走 所以如果经济真的 快速往上走扬 那其实我们做个假设 希望可以看到 第一季是1.59 第二季目前预期 可能大概不到1 可是如果第三季 如果给你到2% 第四季给你到3% 假设这么好的话 那台湾台币 为什么要走扬呢 对啊 你讲对了 观众朋友 你知道这四个数字有多重要吗 就算是1%以下 我们台湾的GDP 都快要灌全世界了 光前上半年 全世界好几个国家都是minus 都是衰退 美国到第四季都还是负值 我们能够在临值临走以上 能够正值 我们真了不起 对 没错 所以我们预期是什么 会转折走扬 那如果持续走扬 甚至比表现更好的话 那台币不一定要贬到很低的价位 因为你经济体强 他钱就来了 对 OK 那第二件事情是股市的强弱 会直接影响到外资的信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很多我们都会看外资 净费入到底多少钱 那最近股市表现很好 这个大家也没有疑问 对不对 那如果股市一路往上冲 像刚刚如果说过的前波高 再往上冲过历史高 那台币为什么一定要贬 对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会这么说 重点就是 如果股市接下来慢慢的转弱了 经济不一定要转差 但股市可以转弱 这时候台币 外资信息稍微下降一点点 加上什么货益了结 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股利赚到的前后会出 台币就有机会往上修正 但是它不一定要大幅的贬值 那所以这时候就回到第三个 我们招稳技术面 来的主要支撑区来做观察 因为我们刚就直接画了嘛 是不是之前讲过破29.8之后 就开始走升值 那结果现在你可以发现 从六月到现在 其实什么 五月扁了一段之后 六月到现在 其实都在这个区间当中整理 那所以你发现 对低目前出现29.42 高点29.77 所以如果连这个地方都冲不破的话 你怎么去预期台币 会马上转弱走扁呢 所以至少怎么 你看到29.8上方 甚至回到30.1上方 才是台币开始转弱时机点 所以我们先观察第一个关卡 29.77 有没有扁破 如果没有扁破 你就不用等这个了 除非扁破这个 你再来等这个 那么下半年七月份过后 走多头的货币呢 好 那我们分成三个 那第一个是澳币 因为澳币它目前还算是偏强 是震荡的 但是我们可以分 第一个是走反弹 持续弹的 原本很弱嘛 持续弹 第二个是强的很强 换黄金一路往上攻 第三个是原本很弱 如果现在也很弱 但是呢有慢慢的摸底机会 这三个 那我们先讲第一个 澳币呢就是强势反弹的 那澳洲亚航呢 其实在这个上个月月初 他就有说了 经济风险比想象中来的低 所以呢澳币呢 就有这一波反弹 可以持续走 那这边的重点就是 能不能持续站稳年限 那年限呢 大概是一澳币 对0.67美元左右 这边记得 只要能站稳 就延续反攻趋势 那请记得 先用反弹角度操作就好 小买10%以内就好 不要买太多 因为它是一个反弹嘛 不是常多 所以呢 它在反弹的时候 你就先赚钱 看它什么 好像通不上去 甚至跌破连线 你就出场会了结 第二个呢 是黄金 强者续强 就是要一路往上攻 尤其是它在疫情冲击后 它是能够创高的主要商品 还有另一个能创高是什么 那是达克啦 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讲会市嘛 所以呢看黄金 那短期内 它底部垫高的趋势 并没有改变 原本之前从1660 1700 1750 路垫高上去 所以只要趋势不变 都有利做多 那中线 无论如何1660不破 都还是站在多方的 那因为它是很强的 已经涨上去了嘛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风险考量 如果你是空手 现在想买黄金的 布局5到10%以内就好了 不要买太多 等赚的钱再加码 那你之前就已经有买了 已经赚钱的 你可以加码到最多20% 不要太多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黄金 没利息 它不像是 不管是美元人民币 怎么放久 至少还赚一点钱嘛 它没利息 所以你赚了钱 真的获利了结的时候 就怕它一下拉回太多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不要拿太多 OK 人民币 好 那第三个是买人民币 人民币主要是走摸底的 就是你赌穿不会输 那中线贸易战没事 因为目前来说 中国疫情控制是蛮好的 那经济复苏的力道 我们也可以期待 那目前呢 至少人民币 还有相对高利息 你可能说不高 两%两分多一点 但相对的 那中美关系 我们如同我们第一段讲的 目前如果川普持续不好 那拜登赢了 有机会年底做改善 但是因为它是摸底的 它是什么 低档震荡 所以它不是一个长多格局 所以你要投资可行 但是控制在10%以内的风险 就不会太高 谢谢奇展 超级精彩的 来 请回座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走势好吗 人民币有 渴望摸底 走扁摸底 有机会再走升 有没有 走扁 可是资金压不要压太多了 第二个黄金 黄金还有多头力道 再往上的了 1800靠近了 还会再挺进了 但资金配置刚 奇展讲到了 澳币呢 澳币是以澳币 兑换多少美元 所以澳币这样子 澳币写在前面 这样是走升的 也是看多 所以结论了 三大异常 新台币三大异常 原来有其道理在 只因为台湾经济稳了 外资又向重我们 高股息资历率 所以涌进来是可理解 如果台股还会再创新高 奇展说得好 有必要把钱挥出去吗 钱还会再滚滚而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 股票涨也不会涨到天上去 如果过了11771 过了万二之上 那么如果那一天 出现了这个外资 获利了结 钱就会出去了 所以台币可能 就会回扁了 因为获利了结 钱当然就会出去了 猜得比较强的台币 会回更多的美元 所以注意29.77 30.076 会不会逐一扁破呢 29.77先观察 如果不会扁破 那就不会有30了 做多的 看多的三个市场 货币 原物料 就是这一些 该您做结论 掌握到了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压轴的 刚讲那么多的 会议事 原物料 那我股票呢 我好期待 想要我手上的股票 参与出席 请问行不行 不是我说的 金人大哥说的 行不行 拜托 看条件 不是党党都优哦 看条件不是党党都优哦